近日,随着中共肺炎的确诊人数暴增 南加不少城市纷纷采取更严格的执法 对出门不戴口罩者开出至少100美元的罚单 上周六,城县科斯塔梅沙市的官员表示 将针对在公共场合没有按防疫要求遮挡面部的民众 除以100美元的罚款 另外,本周一,洛县的卡拉巴萨市市议会 也投票通过了不戴口罩就罚款的规定 成为最新的一个颁布口罩令的城市 早前,曼哈顿海滩、西好莱坞、圣摩尼卡和比弗利山庄 都已颁布口罩令 其中,西好莱坞的罚款最为严厉 初犯罚款为300美元 再犯为1000美元 第三次为2000美元 而第四次的罚款将高达5000美元 除了口罩令 洛县警局还将遏止任何可能增加病毒传播风险的大型集会 已经发现活动主办者可能会被开罚甚至获刑6个月 事实上,由于居家防疫令导致酒吧等场所关闭 在家举办聚会的人因此增加 根据洛县公共卫生部 已经有多个确诊案例被证实是因为聚会所导致 新唐人记者郭约西洛杉矶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